除了歷史書寫之外 在我介紹一個例子就是 一個華文刊物叫原切線 那這個刊物對於這個 就是獨立初期那段歷史敘事 然後也當初也做了很多的活動 跟很多的討論這樣子 這個原切線 它是2000年到2007年出版 它是半年刊總目出的是三期 那它主要發起人是柯斯 柯斯人 李惠玲等 那柯斯人是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老師 那李惠玲跟吳欣慧曾經在聯合早報工作 他們這個特點就是 他們都是一個受華語教育圈子出來的人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小時候是講中文的 那再來就是說 他們這些人通常有在國外求學的經驗 就是說他們曾經在英國或美國讀過書 那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對他們來講 他們在這種新加坡所謂兩種語言社群之間流走 他們了解可能所謂華文社群之間的想法 那其實對英語社群也了解 所以他們覺得說 從他們的角度可以 討論一些可能新加坡一些社會現象 可能這些所謂受英語教育 或受華語教育 沒辦法看到的社會現象 那就像原切線指的就是這條線嘛 然後他們就認為說他們這樣一個立場 可以跟所謂的核心保持距離這樣 那當時他們主要的一個討論 都針對可能新加坡 譬如說高度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果 這種討論 那對歷史方面的討論 他們曾經有三本刊物是在針對這部分 那第一個是2003年的一個歷史發生的刊物 那這次的刊物呢 就是在針對可能過去這種五六零年代 這個歷史敘述的一個討論 那原切線他們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他們除了發行刊物 他們也辦公共論壇 就像參加時工這樣的一個演講 或討論會 那透過這個讓更多人來討論說 可能他們想要分享的主題 像以這個歷史發生這樣的主題來講 他們的主題就是解構歷史 那第一個他們在那次的出版 跟那次論壇中 第一個題目就是有關課本 課本教材中的一個身份建構 或歷史建構 那討論就是說 李光耀或者行動長這個 這個所謂的單一的新加坡故事 在課本中是如何呈現的 那第二個主題其實跟前面的 所謂修正主義歷史是蠻有關的 可能就是說 五六零年代的激進左派 是不是共產黨的同盟 那他使用的材料 他敘事的角度其實跟前面是蠻接近的 就是用一些證據來反駁 所以李光耀認為說他們是馬共 的 馬共所指導的一些 一些觀點 那第三個 重返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解構新加坡歷史 正式化語 那第三個主題則是用一個 比較可能學術研究的角度 來思考說他們如何去解構歷史 或者是說呈現一個所謂他們的 替代歷史 那這一次的專刊他們還做了一個 口述歷史的一個訪韓活動 他總共訪問了三個人 一個是韓山元 韓山元就是所謂的華孝生代表 韓山元其實他是一個新加坡 當地蠻知名的本土歷史工作者 他當初也是曾經被補過這樣子 那他人還蠻熱心的就是 假如說大家對新加坡歷史有研究 去新加坡往往第一個會找到他這樣子 那他也很樂於跟大家分享他所知道的 不過就是說他在很可惜 他在八月的時候已經過世了 那從他的腳就談說 當時華孝生的運動狀況是怎麼樣 那碰到了哪些問題 那第二個是受英語教育者的世界 這是傳談許代安 那許代安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英語系的老師 那從他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說 那英語世界的想像又是有種不一樣 那特別是可能英語世界 對於這種政府施政的措施的看法不一樣 那第三個是英培安 英培安大家有聽過嗎 英培安是新加坡還算知名的作家 然後他在台灣的連經也是有出書 那他的角色跟韓山雲就會有點不一樣 他是受華文教育的 但是可能他的立場 比較沒有這麼激進 或是那麼左派 就他在這個訪談的描述裡面有提到 他當時就開書店辦雜誌 他開書店就賣賣左派的書 因為他覺得當時左派的書很好賣 所以他就進了很多左派的書 那他也辦了一些雜誌在批判政府 但是他在1978年的時候被關過 就被抓去關了一小段時間這樣子 那從這三個不同立場的 就來呈現說 可能在這個 在那個年代新加坡歷史敘事當中 是不是有什麼跟政府講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在2007年的時候 他們又另外做了一個專題 叫做歷史的創造者跟守護人 那這次的討論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者 他現在在韓國教書叫羅家成 那他這次發起的一個主題 其實是從一個比較研究方法的角度 來看新加坡的歷史敘事 那所謂創造者 就是說當初曾經參與那段歷史的這些人 那所謂守護人 就是所謂這些檔案或者資料的把關者 那這本書後來再經過所有這個書寫者 再加強補充內容 後來出版出版的一本這個英文專書 那這本書在中研院有 我大家假如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本書就是 從一個比較研究方法的角度 那他首先就談的是政府的 跟檔案管理的政策 那新加坡主要的這些 官方的檔案都放在這個 所謂國家檔案館 他這邊有講到說 為了參考與研究需要 任何人都可獲存讓公眾使用 公共檔案或記錄 但是必須受發放文件的 有關當局鎖定的條件 與限制所約束 我覺得從前面來看 感覺上政府 覺得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些資料 但是其實重點在後面 就是說 其實對新加坡政府來講 他們是設了很多關卡 來阻止說這些他不想被看到的文件 讓有興趣的人來看 那假如說 所謂官方文件是 他想讓人家看到 其實新加坡政府都還 服務效率都還蠻好的 假如說你去國家圖書館 或者去這些政府單位 去申請 其他都會很快給你各種服務 那在前面這一篇 這一本守護者與創造這本書 裡面就有談到說 他在申請檔案的過程中 所遭遇的阻礙 像這一篇 是這個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的 黃堅利教授寫的一篇短文 他就談到說 就他看這個檔案館的目錄資料發現 就是說 其實這個有檔案不完整的一個情況 譬如說 以當時這個學生運動的主力 華僑中學跟中盛中學來看 裡面有707張照片 但是只有9個檔案 那以當時這個 南洋大學的檔案來看 有2000多張照片 但是只有7份檔案 而且他在書中還提到說 這7份檔案 或9份檔案 往往只是一些 譬如說什麼 電路的配置圖啊 或者說什麼 餐廳宿舍的資料 就是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資料 那對於這種學生運動 這種可能比較關鍵的資料 在這個檔案 在這個檔案是找不到的 那他又提到說 對於這種可能比較機密 所以比較官方文件的資料 那他當然是從一個比較官方的角度來看 但是他這本書裡面 就大量使用了 政府可能內部安全局的相關資料 來書寫他的這個研究論文 所以表示說 其實只有政府相關單位的 而且要寫出對政府有利的事情 我才可以使用這樣一個檔案 所以在黃千利這本書就是 這篇文章就主要在批判這個部分 那另外在這個 所謂歷史創造者的部分 就是說指的是這種 當時的歷史參與者 那還有 還有他們所謂 可能在口述歷史訪談 或者說在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 所得的一些印象 那這位就是韓山元先生 他就是非常熱心 常會辦一些各種文史刀來的活動 但是在那本書的某些文章就有提到 在可能某些學者在去訪談 這些當事人的時候 常會碰到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 將國家記憶內化為個人記憶 這意思就是說 從這個獨立一直到現在 當國家不斷用這種 所謂的標準的這種 歷史敘事洗腦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當事人往往 把過去的記憶已經 已經記成是國家講的那一套 那真正可能他當初經歷的那一套 然後他有的時候可能是不願提起 或者有的時候根本就忘記了 可能對這種 譬如說可能也許對左派來講 他們就會把 把這種國家不斷灌輸說 左派具有顛覆的這種意涵 跟馬共有關 這樣一個記憶 把內化成個人記憶的一部分 所以當這些 去訪談這些受訪者的時候 所得到的這些回應 都是類似這樣的資料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自我審查的部分 就是就像前面講到 當政府不斷用各種方式 做言論自由的前置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左翼運動的參與者來講 他們某部分會自我審查 就是像當這些訪問者去訪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說 我講這個事情會不會 會不會可能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被政府抓去關啊等等 所以他們在自己就無形之中 就設了一個界限 來保護自己 那就像這本書 其中一個作者 他這邊 這一篇叫做參與刊研究的講解 從新加坡和的經驗說起 其實他最後引述了一段話 其實就很 就是 很明顯的表達 就是那本書的一個 立場跟觀點 他提到說 政府組織內部建有一套嚴格的審查制度 對非政府資助的研究者不遍心存疑慮 這就導致多數歷史書籍 成為圖有其表花而不實的圖書籍 而不是具有批判性的歷史著作 簡單的把史料交給官方機構或保管人員 是不願對因史料外界而可能引起的學術界爭論 或向現代新加坡神話的挑戰負責 他這個文章就是在講說 對於這些保管檔案的 或者這些可能受訪者來講 其實他們內部都會有一些個界線 來保護這些可能 一方面保護他們可能這些 被政府不想 政府不想讓外界知道的資料外洩 不只是說 可能會挑戰可能新加坡這種 單一故事的可能的資料外洩的情況 那這個圓切線團體除了那兩本書之外 在2007年他同時辦了一個展覽 加論壇加出版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名稱叫做 逍遙有1945年到1965年 新加坡中學生的 中學生活語課語活動 那從這個標題來看 感覺是一個滿軟性滿溫馨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在前面講到 其實在560年代其實 新加坡中學生其實是一個 反殖運動或者獨立運動的一個主力 所以其實在他們的所謂的日常生活 其實王王跟這種政治運動是有簽名的 那當時是11月舉辦的 那在2012年的時候就是結集出版了一本專書 那這是他們的活動的涵報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他們有幾個 幾個職活動 第一個就是論壇 那這個論壇他們就邀請了 當初他們做口述歷史的 韓山元跟許代安來做一個對話 前面的話就是一個口述歷史的訪問 那後面就是一個公開的實體活動 那就藉由兩種類型的代表人物 來討論說他們這種受華文教育跟受英文教育 在當時的活動有什麼差異 那另外他們也做了很多口述歷史的紀錄 那第一篇這個林清祥訪問 林清儒訪問錄 那林清儒就是林清祥的弟弟 他有本書叫我的黑白青春 那這在中原院也有 那他就是透過林清祥的訪問來呈現說 可能他瞭解了他的哥哥是什麼樣的情況 還有就是他 他跟隨他哥哥參與學生運動 或者所謂的反殖民運動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第二篇觀望也是一種歷史參與 其實這個 從這個標題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李良生先生 他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一個非左派的角度 就是說他可能也許是比較站在政府的面向 或者說比較不參與社會運動的角度 由他的角度來看說 他對於當時這些左派運動是有什麼看法 他第三篇鄉村少年有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人 這個蔡向榮先生 他的哥哥是一個比較左派的核心 的運動分子 那他也是在討論說 在他哥哥的影響之下 他當時去接觸哪些可能 左派的文藝書籍 或左派的電影 這樣子 從一個比較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 那其實從這個圓切線 圓切線這些書籍 這些口書歷史 其實會跟這個 所謂這個修正主義歷史書籍會有個差異 就是說 這些修正主義歷史書籍 他會 焦灼在這個 這些人 就是說他們這些歷史參與者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親共 那到底對這個後來的獨立有沒有貢獻 那對圓切線來講 他們其實是想要呈現更多的生活細節 就包含說所謂的這些左派 左派運動的參與者 他們日常生活是怎麼樣 就想要凸顯一種說 其實 左派運動並不是只是一個所謂單一 或者激進的形象 它還是有很多這種 可能日常生活的面向 那像當時這個逍遙遊這個活動 他就辦了很多這種 媒體公關的活動 譬如說在這個 聯合早報的週刊 就看到相關的報導 那同時他們也徵求這個 民眾可以捐出 或者贊助他們五六零年代 中學生的生活文物 讓大家可以 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可能五六零年代的生活 中學生的生活狀況 那可能跟新加坡 可能過去的這種 所謂單一歷史是不一樣的 那就像這個展覽裡面 就有講這個 警察打學生的情況 就會講到說 當時他們這些學生運動 是如何受到的 可能殖民實習的警察 可能受到暴力的對待 或者像這個是 所謂這個 新州華文中學聯合會成立大會 這是當時華校中學生 一個共同的組織 這是一個成立大會的情況 那這是他們展覽的情況 展覽的情況 那這位先生叫做孫羅文 就是他小時候的樣子 他當時就是這個 前面講到 新州華文聯合會的這個主席 他當時向這個英國殖民政府 提交請願書 他也曾經被理工號政府 抓過關了幾年這樣子 他叫做孫羅文 他後來被放出來之後 他關的時間可能沒有非常長 那他後來也有去參觀 這樣的展覽 去看一下說 他的後輩 或者說後來新加坡的年輕人 如何去呈現他當時那段歷史 謝謝